枪神重生,大武魂时代的逆天之路 第一章,意外穿越 苏明,虚拟实境游戏中的顶尖道贼玩家,身手敏捷,智谋过人,几乎无人能敌 然而,在一次顶级赛事中,他意外触电,灵魂穿越到了一个陌生的异界,大武魂时代 醒来时,苏明发现自己竟然成为了一个顽固少爷,名为李轩,乃是李家掌门的独子 李轩曾经交恒跋扈,得罪了不少人,现今的他已被家族遗弃,沦为废材 然而,苏明并未因此绝望,他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从系统那里得知,他并非孤军奋战 第二章,系统相助 丁,宿主表慌,您只负责修炼,其他的,交给系统 苏明心中一喜,这样的桥段不俗,正合他的胃口 系统不仅提供修炼资源,还能解锁各种技能和宝物 苏明意识到,他可以利用这次重生的机会,重新书写自己的传奇 第三章,枪神出现 李家家族的鄙视即将开始,李轩决定借此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重振家族威名 在系统的说明下,他迅速提升了武魂等级,并掌握了多种强大的枪术 比试当天,李轩一袭白衣,手持长枪,气势非凡 众人见状,无不惊讶 曾经的废财少爷竟然如此神采飞扬 比试开始,李轩如入无人之境,招招致命,迅速击败了所有对手,重新赢得了家族的认可和尊重 第四章,崛起之路 苏明的崛起之路并未止步于家族鄙视,他决定离开李家,闯荡江湖 他知道,唯有在外面的世界,才能找到真正的强者,与之对决,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一路上,苏明遇到了许多敌人和挑战,但凭借系统的说明和自己的智慧,他总能化险位移 每次战斗,他都能吸取经验,迅速成长 渐渐的,他的名字传遍了整个大陆,成为了新一代的枪神 第五章,逆天妖孽 在一次探险中,苏明遇到了一位自称逆天妖孽的强者 此人拥有惊人的天赋和实力,被各大势力所忌惮 苏明没有退缩,而是决定与之对决 他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但他也知道,只有击败这样的对手,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苏明凭借系统提供的神级技能和宝物,最终击败了逆天妖孽 此战之后,苏明的名声达到了巅峰,许多天才纷纷投奔于他,愿意追随他的脚步 第六章,单道大神 除了武魂,苏明还对单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系统提供了无数的单方和练单技巧,让苏明迅速成为了一名单道大神 无论是疗伤丹,提升修位的灵丹,还是各种稀有丹药,苏明都能轻松炼制 他的丹药不仅自己受益,还广泛流传于各大势力之间 各方强者纷纷前来求药,而苏明也借此机会,结交了无数高手,为自己积累了强大的势力 第七章,横扫天下 随着实力的不断提升,苏明的野心也逐渐膨胀 他决定率领自己的势力,统一整个大陆 他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一个从虚拟游戏中穿越而来的盗贼玩家 也能在这个一届创造奇迹 战火纷飞,苏明率领他的麾下天才,无往不胜 每一场战斗,他都亲自指挥,策略精妙,战术高超 他们像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横扫天下,所向披靡 第八章,最终对决 在苏明的征途中,他遇到了许多强大的敌人,其中最强的莫过于大武魂时代的最强者,天武神王 天武神王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拥有无与伦比的实力和权威 苏明知道,这是他必须面对的最终对决 只有击败天武神王,他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这个世界的王者 这场对决异常激烈,天地变色,日月无光 苏明运用系统提供的所有资源,施展出最强的枪术,与天武神王展开了殊死搏斗 第九章,王者归来 最终,苏明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击败了天武神王,完成了自己的宿命 他不仅赢得了整个大陆的尊敬,还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的规则 苏明站在巅峰,俯视着整个大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未来的路,还有更多的挑战和冒险在跟着他 但无论遇到什么,他都将以一袭白衣,手持长枪,继续书写他的传奇 结语 从一个顶尖的盗贼玩家,到大武魂时代的无敌枪神 苏明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拥有勇气和智慧,即使在一界,也能闯出一片天地 装最爽的逼,打最狂的脸,又最美的人儿,苏明的传奇,将永远流传于这个世界